客運在國道擦撞貨車翻腹 量乘15傷 國道3號57.6公里南下大溪段 中午一名雅連客運駕駛 疑似變換車道不慎 擦撞一部大貨車之後失控 左搖右晃打滑翻腹 現場也一度回度3公里 一輪客運在國道上左搖右晃 接著翻腹滑行好幾公尺 最後橫躺在路面停了下來 事情怎麼發生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 看得更清楚 原來是客運疑似想變換車道 卻擦撞到一旁的大貨車 導致意外發生 客運橫躺在國道上 四線道站了三個 工程人員小心翼翼 準備將客運脫離現場 其餘車輛從內車道 小心通過 你們兩個去醫院 救援人員抵達現場 了解傷者狀況 客運乘客包含司機 一共20人有數名乘客 因為有系安全帶 只有輕微擦錯傷 送醫治療 一名司機以及19名乘客 接在消防隊到達之前 使用游覽車車頂的安全門 順利逃生 一號中午十二點左右 從台北出發到 新竹的雅聯客運 在國道三號 五十七點六公里 南下大溪段 疑似變換車道不當 擦撞到一旁的大貨車 導致整部車失控翻覆 國三南向車道回堵 至少三公里 車速只剩三十 本單駕駛均無酒駕之情形 除處罰新台幣 三千元至六千元發患 若因而造勢刺人 重傷或死亡 立即吊扣或吊蝦叫照 罰錢事小 只是這國道驚魂畫面 讓不少人嚇出一身冷汗 幸好沒釀成嚴重傷亡 否則再多金錢都難挽回 記得林珠強團員報導 一人宰宰周渝明和妻子 玉宏渊金船被詐騙保費 玉宏渊的閨蜜冯姓女子 2018年介紹周渝明夫妻 投資利率變動型保單 玉宏渊繳了一期之後 冯姓女子就出現了資金缺口 聲稱保費匯款的金額過大 恐怕會遭人誤會式洗錢 所以要玉宏渊解除自動扣繳 改為現金給付保費 玉宏渊前後繳了五期 總共3447多萬元 但最後卻收到了催角通知書 一查才發現保費竟然被閨蜜私囤 宰宰周渝明在犯罪懸疑片中 飾演律師囚犯等多種身份 演技頗受好評 但沒想到再次月上新聞版面 竟然是自己和妻子玉宏渊 遭到了閨蜜侵占保費 宰宰周渝明和妻子玉宏渊 2015年結婚 婚後生活十分低調 不過2018年 他們在玉宏渊的閨蜜 馮信女子介紹下投資了利率變動型保单 一年保費684萬多元 許繳六期 玉宏渊自動扣繳一期後 隔年馮信閨蜜就出現了資金缺口 開始動歪腦筋 謊稱保費金額過高 扣繳會遭誤會是洗錢 要玉宏渊改為現金給付保金 為了取信 還特意約在銀行前面面交 沒想到閨蜜一片再片 又謊稱玉角多期保費 可以折扣300多萬元 玉宏渊不已有她 繳納了五期保費共3447萬元 但最後竟然多次收到了催繳通知 她才驚覺遭到閨蜜詐騙 直接繳進保險公司的帳號裡面 這種方式是最安全的 切記就是不要把錢 拿給保險業務員 馮信閨蜜自稱在某保金公司任職 迫使保金公司發表聲明 強調她並非公司的業務員 但也承認周渝明 玉宏渊確實是公司保護 基於親信馮信女子說法 進而保費遭侵占 她們也深表遺憾 而馮信女子已經被以五個詐欺罪 遭檢方提起公訴 閨蜜日後再見面 恐怕是在法庭上相見 記者成長張士奎台北報導 高雄市新新區某所小學的音樂班 課堂指導老師遭家長聯合控訴 碩士學歷是假的 而且校方長達十年都沒有發現 質疑嚴重影響到孩子的受教權 對此教育局書面回應 已經將偽造學歷的老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至於學校未經正常流程 聘用教師也將要求務必檢討改進 深圳桃龍社上衣 手指的電腦琴譜 音樂班老師認真教學的照片 被放上校刊雜誌 但怎麼知道這專業形象 背後學歷竟然都是假 老師的資歷上寫下國立大學研究所畢業 牆上以編曲為主 有專業的學經歷 自然讓爸爸媽媽都很放心 只是會突然想了解老師學歷 也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不論是孩子學習方式 或是授課過程 都讓家長覺得怪怪的 一學期一萬八千七百二十元的 終點費將近十年的聘用 家長買單花錢花時間花精力 送進音樂班就讀 就是希望孩子能夠受到專業的授課 但如今聯合突破老師的假學歷 學校聘用教師程序也遭到質疑 他查核結果並無蔡小姐的碩士證明 學校有問可是她並沒有去做說明 教育局也以書面聲明 蔡新教師已經被判處 兩個月的徒刑 緩刑兩年以及60小時的義務勞務 但畢竟孩子學習機會 可能就只有一次 學校聘用流程出現疏漏 勢必得檢討改善 否則要家長怎麼放心 記者陳輝純裝記 唯一告差不到 有民眾在台山縣三彎香路段 募集到一名年輕爸爸 騎著大型的重型機車 後方加裝了一輛雙輪嬰兒車 載小孩出遊 網友看了都說好危險 想知道過彎的時候 小孩是不是還在裡面 有網友說 這是要讓小朋友廢棄 稀好稀滿嗎 對此警方表示 這樣的行為已經明顯違規 將依法告發 至於違反兒哨法的部分 社會處已將通知駕駛 盜案說明 中機上路後方卻拖了什麼 速度很快衝過馬路 民眾直擊大型重型機車 後面加裝一輛雙輪嬰兒車 載著小孩趴趴躁 重機後方看似只用一條管線 連接著嬰兒車 網友看了都說危險 想知道過彎時 小孩是不是還在裡面 應該不是身父 還說小朋友 廢棄稀好稀滿 成了人體空氣清淨機 排氣管的廢棄 加上輪胎彈上來的碎片 如果掉出來還影響後車 外傳這個家長還在群組說 時裝成功以60時速測試 以後在小朋友環島不出問題 立刻被朋友Tek說 這個真的先不要 它是一個L型糊塗 是讓小朋友靠著的 適用於腳踏車 業者說這種雙輪嬰兒車 原本設計是架在自行車後方 沒想到有人把它裝在 重機車後方 違反交通法規部分 本分局依規定自單告發 未經核准 付掛拖車行駛 可罰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罰還 另外也違反兒哨法 社會處將通知駕駛 道案說明最高可以罰到65萬 爸爸騎中機 想帶小孩一起上路 其實可以用背筋背著 這樣加裝嬰兒車 就怕天輪之樂 沒想到發生意外 害人害急 記者張心潔苗栗報導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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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